最近很多人在说李嘉诚放弃了外国国籍重新当回了中国人 不过这个事情也算是一个乌龙事件 因为李嘉诚一直就是中国国籍 不过他是香港的中国国籍而已 事情的起因是百科上一个词条改了 结果就引发了网友的轰动 说到李嘉诚家族有一个人物可以说是最低调最少人关注的 这个人就是李嘉诚的儿媳妇王复信 王复信有多低调呢 在媒体上你几乎找不到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甚至你在网上都找不到他太多的照片 王复信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 他不是明星也不是豪门千金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嫁入李嘉诚 就挺好HRR家族的 王复信这个女人可以说绝对是被低谷的 不管是样貌还是情商 前段时间李立军曾经晒出了一张照片 当时他跟王复信一起出海 显然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事实上王复信跟李立军就是闺蜜的关系 李立军离开刘兰雄之后 一直在坚持航海运动 这就是因为王复信的鼓励 一个人选择什么人当朋友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王复信应该是一个低调大方 而且与世无争的人 刘兰雄常说甘比什么都不要 不过这是刘兰雄的看法 谁都知道甘比是靠不争来的 王复信则不一样 他是真正做到不露声色 估计连李嘉诚都佩服他 很多人说李立军输给甘比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李立军才是最聪明的 李立军拿了刘兰雄二十亿 如今住着刘兰雄的十亿豪宅 身边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陪伴 有自由有财富还有猛男陪伴 生活不知道多开心 再反过来看看甘比 他有七百亿 但是却失去最宝贵的自由 刘兰雄曾经说 吕立军败金 他说自己故意装穷 跟吕立军借钱 结果吕立军不肯借给他 刘兰雄说自己跟吕立军出去吃饭 让吕立军帮忙给小费 吕立军回到家就跟他要钱 从刘兰雄口中 吕立军不仅仅贪钱 而且几乎是无脑的女人了 谁都知道刘兰雄最忌讳贪心的女人 所以如果真的贪心的人接近他 就会学着甘比那样 刘兰雄有上千亿的山家 如果吕立军是真的贪心 就应该是贪他全部的家产 肯定不会贪图一些小恩小惠 吕立军是英国伦敦大学的化学博士 这可是正巴紧的学位 说明他的智商绝对在线 并不是一个蠢笨的女人 那么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吕立军是故意这样做的 目的就是让刘兰雄恨自己 然后把自己赶走 吕立军想要离开刘兰雄 却自己不主动提出 而是故意让刘兰雄把自己赶走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真的高 明白了吕立军真的能力之后 你会发现 王复信为何可以跟吕立军做闺蜜了 因为两个人都有如此强大的智商跟情商 王复信的父亲是一个纺制商人 后来他们全家人移民到加拿大 王复信从小是在加拿大长大 后来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 这一点也可以证明 王复信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21岁的那一年 王复信参加了一个 加拿大华人圈的烧烤聚会 当时李泽聚也参加了 李泽聚当时刚刚大学毕业 被父亲派到加拿大负责生意 在这个烧烤聚会上 王复信让李泽聚印象非常深刻 如今王复信年纪大了 看着并不漂亮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 可以说是十足的美人 长得非常清纯 而且身材非常苗条 另外王复信还有一点非常厉害 那就是他情商非常高 就是因为王复信情商高 在李泽聚眼中反而成为了一个傻白甜 王复信当时说自己并不认识李泽聚 所以两个人就交谈起来 事实上王复信怎么可能不知道李泽聚是谁呢 当时李嘉诚已经是香港首富 李泽聚去加拿大负责一个200亿的地产项目 早就轰动了加拿大跟香港两地了 王复信的父亲也是生意人 王复信肯定是了解这些信息的 李泽聚那个时候非常年轻 他作为李嘉诚的儿子 身边肯定少不了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 王复信的清纯反而让李泽聚欲罢不能 王复信更加厉害的是 他本来已经移民加拿大了 不过之后他却选择回去香港工作 显然是冲着李泽聚来的 李泽聚从加拿大回到香港之后 一直对王复信念念不忘 随后李泽聚就开始疯狂追求王复信 不久之后王复信回到香港工作 当时他的公司开业 李嘉诚带着李泽聚来给王复信工作的公司捧场 轰动了香港 几个月之后 李泽聚就带着王复信公开亮相 承认了王复信女朋友的身份地位 很快 王复信就跟李泽聚在香港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李嘉诚对于王复信非常满意 王复信跟李泽聚结婚之后 非常低调 也不参与李嘉诚家族的生意 一直是在家相夫教子 为了帮助李泽聚跟李泽凯争夺接班人的地位 王复信不动声色做了一件事情 直接就挤走了李泽凯 当时李泽凯想要创业 李嘉诚却不准 王复信就帮忙说服李嘉诚 让李泽凯自己去创业 这么一来 李泽凯就离开公司 李泽聚就成为了唯一的接班人 王复信的情商跟手段确实非常厉害 2006年的时候 王复信一直无法跟李泽聚生下一个儿子 他之前连续三胎都是女儿 他也非常着急 随后他找着高人指点 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 结果王复信真的在这一年生下了一个儿子 也是李嘉诚的第一个孙子 王复信跟李立军这两个女人 其实才是真正的高手 最近甘比跟李立军都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其中甘比出席了郑志刚跟周杰伦一起合作的艺术展会 并且跟郑志刚一起拍照 甘比的丈夫刘鸾雄跟郑志刚的爷爷关系密切 不过郑志刚的父亲郑家纯 却跟刘鸾雄的前女友王复瑜搞在了一起 两人还一起生下了两个儿子 不过甘比并没有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 依然是大大方方跟郑志刚在一起 另外一边 李立军自从离开了刘鸾雄 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是生活的多姿多彩 最近 李立军跟自己的帅哥私人教练 一起在豪展里面大玩双人瑜伽 并且晒图到了网上 引起了关注 李立军自己还配图说 自己的教练非常紧张 李立军今年已经42岁了 但是依然是十分年轻 李立军看着就是20多岁的样子 这得益于李立军多年以来 健身的习惯 李立军不仅仅热爱健身 而且还喜欢瑜伽跟舞蹈 爬山等等 李立军常常在网上晒出自己运动的照片 李立军的这个私人教练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李立军的社交媒体上了 李立军跟刘鸾雄分手的时候 获得了20亿的分手费 虽然李立军有20亿 却远远不及甘比的700亿 甘比一跃成为了香港女首富 如今更是成为了华人置业的主席了 管理着这家香港最老牌的房地产公司 李立军的财富不过是甘比的领头 但李立军的自由也是甘比没有的 李立军如今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这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有的人羡慕甘比 有的人羡慕李立军 实际上不同人的羡慕不一样的人 也是体现了他们不同的人生价值 李立军跟何鸿燊的女婿 辛其龙就是一类人 本来有着很高的智商 好好搞科研什么的 也是前途无量 可惜却是宁愿进入豪门去蹬这趟浑水 甘比则是出生底层 从小受尽了困难 甘比为了翻身 可以说是处心积虑 一步一步做到了今天的成绩 甘比先是当记者 后来又是利用了周星驰的关系 进入了刘兰雄的公司 然后一步一步搭上了刘兰雄 然后逼走了李立军 自己成为刘兰雄的太太 甘比可以说是一步一步步步紧扣 最终获得了成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